老花一每日一打回答一下臭包的养活问题 第一个臭包说你看我这个兰花 还是有点叶尖发黑 那还是有点水大 明白吗臭包 你浇了水啊 你把那个盆土里面的水 及时能排出去 托盆里面尽量别流 明白了吗 适当的也要给一点肥料 虽然说兰花是厌肥植物 就像茶花一样耐鸡薄 但是呢也要给肥料 但是你这个要给一点杀菌药了 这是长时间的水大 而导致的有点烂根了 先控水 明白了吗 手指都扣进去 不干你就先别浇 你也可以摸摸叶片之类的 叶片缺水跟不缺水 你能摸出来这个软硬不同 控水杀菌药施肥 下个抽宝 看看这个咋的了 你看你这个发财树是吧 我每期我基本上发现了 每一期都有发财树 我说了每年五一前后 你适当修剪 一会儿我就不剪 你看你就不剪 你看这个杆子长得多长了 是不是 也不施肥 也不管理 也不修剪 你还想发财 发财才怪了呢 现在怎么办 现在先这么吊着它 摸摸盆土 干了就浇水 给点肥掉 明年春天的时候 你给它剪了 剪了让它重新长 剪短一点 好吧 下个抽宝 我用硫酸亚铁 加磷肥 加甲肥 浇三角梅 这烂七八糟的吗 你把这个硫酸亚铁 磷肥甲肥 都给它去掉 就换成一种通用的 叫繁肥水 想要便宜一点 你就用点老花衣的缓施肥 就行了 你养茶花 晚上的时候套个袋子 白天的时候打开 该晒太阳晒太阳 晚上的时候 叶片喷点水 背面喷点水 套上袋子 第二天打开 兰花摸一摸盆土 不甘别浇 你这个霉花的话 尽量的晒太阳 别浇那么多水 你这个茶花水 还是有点多的 明白了吗 别的没什么 下个臭宝说 从九一岁到现在 一直没长 盆小 该换个一个 大一号的花盆了 明白了吗 换一个大一号的花盆 就会打破这个僵局 给一点肥料 下个臭宝的龙血素 是怎么回事啊 你这个龙血素 一拽就下来了 只要是这种叶子发黑 根部都出问题了 所以说该用杀菌药 用杀菌药 肥料适当地补上一些 摸摸盆土 不甘就别浇 就会好很多 明白了吗 抽包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老花一会每天 给大家分享杨花 支持我是老花一 杨花最仁一 白的抽包